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那么继昨日大跌之后 A股今日是维持横盘震荡的走势 户指因为是权重股息火 而缩量失手3200点 截止收盘上证宗指是 收报在了3199点跌了5点 深圳城指是收报在10779点跌4点 来看到港股方面 横指今日是成功的反弹 开盘见到最高点之后 涨幅是反复的收窄 那么截止收盘的恒生指数 是收报在了22,675点 升169点 全日成交额是在606亿港元 好 这样Steven 我们依然还要说说 这个新开通的深港通的问题 因为这个深港通开通之后 我们知道其实是有很多的 内地这个大型的机构投资者 是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当然了 对于这个个人的投资者来说 它有一个50万元的一个门槛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在问这个深港通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到 好像现在这个深港通在开通之后 反应并没有那么的热烈 其实也是在整个市场的预料当中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A股和港股的 在这个交易上面 有很多的区别 所以你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们要怎么来规避风险 就是在开通之前 其实我们也知道国内跟香港的一些投资者的结构 比如说散户跟机构性投资者的一个比例 也是非常的一个悬殊 但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也是刚才昨天的一个数据 南下北上的一个数据来说 也是挺让市场去失望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规避风险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中小型的股票在香港的时候 可能波动大一点点 或者是在他们国内的一个消息的传播上面 可能需要关注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也是国内方面 就是期许的做一些大规模的动作 在堵截那些走资的问题 就是限制了他们南下投资的气氛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观望 什么时候让他们可以再拿回 他们应该有的这个信心在南下吧 是 因为再回想到之前的话 其实在这个9月份中秋节的那段时间 我们是非常明显地看到 北水对于这个港股的支持的 那么在这个昨天你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深港通开通之后 市场没有太大的一个活跃的气氛 焦头量也不是非常的活跃 相反好像这一次的话 是说北上的资金要多过南下的资金 难不成现在是说香港人 对于这个北上的投资会比较感兴趣吗 而且你建议不建议 就是说香港的投资者去投资 北边的这些资金 因为昨天的数据真的很低 北上跟南下也是很低的时候 我不会有这个结论 就是说香港的投资者对深圳的股票 有兴趣 就是小跟更小去比较的时候 应该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反而觉得 人民币的其实的贬值 还是他们最大 要南下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和原因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观望的是 那个南下的基金那个余额 什么时候可以再用多一点点 再看见行情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乐观去看 深长通了 比较收费的还是港股 南下的一个基金买港股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投资者 买A国的时候特别需要关注 都是波符和最大的因素是政策 好 你刚刚有说到港股方面 因为马上就要到 已经其实接近年底了 我们知道说这个年底的话 一般资金的流动性会比较紧张一些 再加上到现在加息的靴子 还没有尘埃落定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 港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隔夜拆息 是有一个大幅的抽升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 这个港股方面 是不是说可能就一直要 这么沉闷下去了 那个差息到现在为止 近来十几天 的确是不断上涨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不是什么危险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在观望的是 12月14号的时候 美联储加息 市场普遍的上市 就是100%去加息 然后那个幅度是25点子 我需要关注的是 是不是25点子还是50点子 这个是意外 我觉得不会发生 但是更关注的是 他们会后会不会有一个声明 去观望美国下一年的 一个经济的复苏步伐 还有就是他们怎样去看 那个加息的步伐 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 也是影响到 美会只是什么时候 见点稍微回落的时候 可能港股有一点点的生机 所以您觉得说在12月份 加息的话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不过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焦点 就是对于你这个加息的幅度 以及在这个明年加息的步伐的 一个过程 快慢的过程 另外我们来说到这个户指方面 因为户指最近一直是纠结在 这个3200点的位置 那么你觉得接下来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权重股 是想带动这个大盘上冲的 但是动力不足 那你怎么来看这个A股 近来几天都是一个成交非常的泛慢 然后A股上证指数方面也是下跌 现在今天来为止 也是跌穿了3200点 我觉得短期来说 那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应该反映得七七八八了 就是因为中港股市 之前憧憬的升涨通 可能会吸引一些基金流进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双方的一个港股跟A股 都需要一个短期性的一个讨整 而且不是一个很大幅度 但是我觉得年底之前 也不会有一个较快的 一个上涨的空间 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说 在年底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了 好 谢谢Steven的分析